白衣男拿起水蜜桃 用大拇指捏一捏 放下之後又換一顆 濃調吸血 民眾目睹全過程 看傻眼 看來換一個 肚子跟肚子 肚子很好啊 測試軟硬度 男子不斷拿起放下 還用大拇指的指尖按壓 壓完再放回去 這樣的舉動 讓人實在看不下去 是說不會去主動捏水骨 不會 不會 那就是看著喜歡就拿 對啊 這隻蜜桃是電腿 電腦不怕的水蜜桃 水蜜桃最近不起碰撞 表皮一旦出現黑點 不只影響賣相 還會有腐爛的可能性 事發就在高雄市大順路的 美食賣場 這款空運美國水蜜桃 一盒有七顆 共1.8公斤 用紙盒裝著 底下只鋪了一層泡棉 要拿藥很小心 不過卻有客人挑選時 都捏捏 吸捏捏 換來換去 把貨架上的水蜜桃 全摸了個扁 捧起來不能抓起來 抓起來第二天全部受傷 當天看不到我是好的 但是第二天全部是爛的 老闆把水蜜桃當成寶貝 像這樣捧在手心上 顧客買之前先挑選很正常 不過千萬不能摸 比較硬的水果像是鳳梨 西瓜 拔辣 就相對比較不怕客人捏 但水蜜桃只要輕輕按壓 就容易受傷 盒裝水蜜桃老闆都是先篩選過 若是客人想檢查 還是要透過電家 TVBS新聞張麗玲高雄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